有一些僵局从2020就不断地关注 到了新的年度 会有一些不同的进展跟面向吗 我们来看印度在去年底 成功试射了大地2短程的弹道飞弹 射程350公里 重点是它可以吸弹核弹头 而且在试射成功之后 又陆续试射了超过10枚以上的飞弹 中印边境 这个印度部分还部署了 超过5万以上的军力 请教一下黄老师 你觉得在新的一年度 会有新的局面吗 因为毕竟美国已经确定谁当家了 新的局面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讲 22年前印度就已经被国际社会认定 它是一个永和国家了 跟巴基斯坦几乎是同时被认定 也就是说印度它自己有一定的核能力 可是问题是 试射飞弹它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从外面的报道来看350公里 其实大陆也有很多人在偷笑 说你350公里你吓谁 对不对 不过是台湾海峡多一点点的距离而已 对于那么大的中国来讲 印度的这样子的能力 实际上是非常有限 尤其是战术核武的使用 那个犯天下之大忌 所以我个人觉得 印度从整体的军力来讲 它有很大的计划它想要做 那么可是印度 尤其是在疫情重创以后 它有多少的能量可以去投注在国防 即使它这个以最优先的顺序去发展的话 它追赶中国大陆速度是缓慢的 除非美国跟美印关系能够有在 不管是我们讲的印太地区 印太战略或者是后川普时期 仍然有非常强劲的力道 不然它的发展是缓步的 第二个就是 印度跟中国大陆的冲突会不会持续 目前看起来就会仍然维持平盘 它会有一定的热度在那边 我跟印度方面最近因为 不能见面有时候有好处 就是经常给视讯会议 反而你可以谈的人多次数会更频繁 大部分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都不是喊口号的 印度的学者或跟军系有关的学者 基本上对于中印边境来讲 都是比较忧心的 问题因为他们的认为 中国大陆不会放手 不会降温 所以他们变成一直要准备 牵制在那个地方 上了台阶下不来了 尤其是他们讲1960到1962的时候 中印边境冲突 他说真正打得最凶的时候 反而是冬季 因为我曾经去挑衅他们 就说冬季尤其是高山 几乎等于整个冰封了 这根本不适合打仗 那个印度方面的学者 几乎90%以上都跟我说 不可以做这样子的假设 他说共军要打的时候 就是会打 他在朝鲜半岛也是冬天打 他在中印边界也是冬天打 所以目前我看起来并没有缓和的迹象 那么中印的关系老实说 现在其实已经有大半年真的都不好 目前也看不出来可以有谈的机会 那么所以政治上不能够降温 现在我觉得印度也在看拜登上来以后 到底会要拖多久再把所有的视角 转到所谓印太地区过来 这是个重点 因为在过去这两三年 川普的印太战略当中 印度真的把自己当作是世界舞台的重要成员之一了 因为川普也邀请印度去G8开会 虽然后来没有去城 大家观察川普拜登上任之后 精力花在国内的疫情上的情况之下 在国际外交上面会有空窗期 让印度相对来讲比较担忧一些 他们的外长接受访问的时候 国防部长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因为前面都谈了几轮都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所以5万的军队印度是不会撤的 也没有空间可以撤 前下期的你来看法 现在莫迪是真的 必须要印度方面要自立自强 因为现阶段 拜登不可能像川普那样子 把印度放在那么前面 不过一个国家的大战略 是会历经好几个政权的遗转 它会很缓慢的才转变 而美国重返亚太的大战略 从奥巴马时期 也就是拜登在副总统的时候的总统 以及当时的希拉蕊时期 就已经差不多定调了 所以你经过了民主党政府 又换成了共和党政府 现在再回到民主党政府的话 它这个延续性是存在的 所以印度还会是 你假如没有了印 你叫什么印太战略的 所以它肯定就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端点 它重要性不会改变 但是中印之间的冲突也不会改变 因为它涉及到了1700余公里的 它里面有传统习惯线 有实质控制线 有刚才黄老师讲的 1962年的自卫反击战争以后 重新建的疆戒 那我认为过去呢 我们时常看到是东段或者是中段 那今年跟去年都是在这个西段 那西段更是谁也不能退 因为对于中方来说 你经过了拉拉克河谷进去 如果印度往前走了 进去以后西藏这一块的通道 其实也没什么险可守 对于印度来说 如果中方南下了 你到新德里也无险可守 所以两边在这个地方的战略性都极为重要 既然现在选择到这里打的话 再加上你原来还有印巴共同去 分了这个克什米尔这件事情 所以那地方本来就是极为混乱而复杂 阿瑟克欽 阿瑟克欽那个地方 从历史上就困难 所以两边既然都不能输 显然的在你经过一段冲突以后 通常我们大专业就是要含着战争的准备 可是你要含着战争之后 你要怎么样回到一个常态 这个常态必须还是在一个 两边都有相对把握的这个对峙情况 但是因为印度在这几年来 把他的高速公路一路的就修到了 离这个边界才三十几公里的地方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 那而他们又认为 中国大陆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间 印度在这个关键的几个关卡上面 也有很大的可能失分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他们可以有对话 就已经算是管控分歧了 就是说有高阶段的高级别的对话 已经是避免擦枪走火 可是这个管控分歧绝对还没有到说 我们这个震荡已经结束 要重新回到一个震荡后的常态状态 还早 有的时候在国际间 我是真的因为主持人的节目才发现 有的时候僵局是留在那边反而比较好一些 对各方可以从这个僵局当中 各取一些自己想要有的话语权 而且其他人插手去做这个地方的事 也有空间介入 有些人不希望中印的状况有任何的改变 美国俄国恐怕都不乐见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全和平的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上面这个S400 俄国卖给印度的 下面S500 俄国卖给中国大陆的 他两边都卖 而且呢也中间想要当和事佬去调停 所以郭委员 这个赛局当中中印状态不要改变 其实普丁他心里面的想法就是 OK啊我继续卖 我继续谈 我继续卖 大赢加是俄国吗 我看全世界没有人希望中印冲突结束吧 全世界啊 哪一个国家 中印啊 没 就是这个当事国嘛 其实这个叫边境冲突啦 也不会有战争啦 因为战争的目的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你又不可能占领 又不可能长期占领 所以就是我推一下 你再推我回来 我再推一下你再推我回来 就是这种性质嘛 那这种性质大概 媒体也不需要报导太多啦 媒体很乐意 做煽风点火赚取 点阅率跟发行 我知道啦 可是坦白讲 他对国际战略没有任何大的影响 那当然有利于俄罗斯卖武器这样 不过俄罗斯卖给中国的武器 越来越少了啦 因为中国很挑啦 说实在啦 那俄国对于中国大陆 解放军也比较有戒心啊 也不是 他戒心也不大 重点是他可以让中国看得起的武器 越来越少 比如说S500啊 还有最新的米格啦 最新的米格 我也听说中国很有兴趣啦 可是其他不一定中国会有兴趣啦 而且他买的数量都很少 他都是买几家回去要自己拆啊 然后再做立项工程要自己做啊 印度没有这种能力嘛 所以印度每次买都是买很大单啊 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就听到S500嘛 还有米格嘛 其实然后俄罗斯你也发现 他上次东海演习也参加了嘛 我再回到刚才郭源 你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所有的民意 或者是网路上面的舆论 对于对外一个政策的凝聚形成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看到这段时间 这已经半年过的时间 我这个学期要 我下学期要开国际政治经济学啦 里面就没有人在讨论民意的啦 那这是中印之间的 不管是网军在网路上的厮杀 对于北京或者是对于莫里 也不会构成太大的压力 不因为这个不是真的战争嘛 这个只是边境上 我推一下 你推一下 边境冲突 对 就是边境冲突 是边境冲突 而且这个老实讲 印度买的S400跟大陆买的S500 应该都不是来对付对方的 不是用来对付对方的 印度还有可能对付中共的战机 但是真正S500比较担心的 我看是美日吧 对 没有错 学历明哥回来去聊下来话题